得知上时期疫情爆发 若是家庭学子必须借用3C设备 产后护理之家就特别捐赠了一批二手电脑主机 给台中市南区扶评理 经过维修志工检测后状况良好 社区还加购这个荧幕啊 送给若是的学子缩短数位落差 拆掉电脑主机外包装 接着检测功能是否正常 台中市南区扶评理 进来接获产后护理之家捐赠一批二手电脑主机 上屋巨星捐赠仪式 里面本来就有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 捐给我们以后 我们请我们的维修志工 那把它拆开 那检查了一遍以后 发现这个电脑还不错用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志工把它维修好了 线上都是线上教学 那也听到说很多的弱势传体 其实家里是没有电脑的 那刚好我们公司在淘汰 淘旧换新电脑的部分 刚好也可以去帮忙到我们的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南区一家产后护理之家 刚好要抬换电脑 又听到扶贫里长张启隆 提及社区有弱势家庭 没有多余经费 添购电脑设备 上学期疫情期间 线上教学必须借用3C设备很不方便 因此捐赠10台电脑主机 里长也请里内维修志工协助整理和检测 其中8台状况良好 也利用社区资源回收基金 加码添购8台全新萤幕 要送给社区清函弱势学字 缩短数位学习落差 把一个荧幕搭配一组 请我们的这个维修志工免费 那送到他们那个需要的 弱势的家庭的儿童的家里 那免费安装 那要透过我们的机制 就是到我们的里办来做申请 那申请完了以后 我们评估完了可以 我们就直接把它送到他们家去做安装 弱势的家庭他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线上去学习 那张理长运用里内的资源 同时结合志工 志工他可以检视电脑的一个状况 让每一台电脑都是可以堪用 可以使用的一个状态 然后来服务我们里内的一个弱势家庭 企业态换电脑主机 社区回收检测 让二手电脑再利用 发挥新的使命与价值 更要帮助孩子的学习之路